大家早安 我是樂寫阿傑 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五的早上 對 今天也是我在馬來這次旅程的最後一天 那為什麼要這樣跟大家再介紹一次呢 因為我剛才早上剛起來準備一下 我們準備到機場卻發現 將將 超大一條馬路 這條馬路不輸我在婆羅洲看到的那一條 那這條 為什麼要再介紹馬路呢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自然環境中 馬路是非常常見的 可是很多人 我這一年到今年五月為止 我已經做了不少講座 很多人他們還是表示 他們看到這種常常的東西會害怕 我想當然我們對很多生物不了解 害怕是正常的 可是你只要抱持一個平常心 它就是在我們地球上生存的萬物 我覺得那這樣子你大概就可以稍微釋懷 而且不要小看馬路喔 馬路它在我們自然的環境中 我們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堆 有沒有 落葉枯枝那是打掃下來的 我覺得在這個國家公園的做法很好就是 噢 被蚊子咬 他們會把這些落葉枯枝堆在一個地方 然後讓這一些 腐蝕性啦 植蝕性啦 的生物來繼續利用它們 讓那一些腐蝕子最後能回歸到大地變成營養 我想馬路它就具備這樣的功能 所以我常說馬路它是一種什麼 它是一種我們大自然的青道夫 我希望各位看到這一類的生物不要害怕它 那當然馬路也有有趣的一些講法 比如說千竹蟲啊 對 千竹蟲 百竹蟲是蜈蟲 然後看到它 你可以不要像我一樣接觸它 因為其實它並不會咬人 然後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摸了馬路以後 手會有顏色啦 黃黃的 紅紅的啦 那就是它分泌了一些化學物質 蚊子很多啊 分泌了一些防禦性的化學物質 那很多人覺得那有沒有毒 對 那可能我們聞起來有一點味道 但是它的 我們講白話叫劑量 它的那個量根本就不足以讓我們人類中毒 所以各位其實不用害怕它 馬路是大自然很重要的青道夫 請大家好好保護我們的自然生態 熱血阿傑 熱血介紹